而且通常我们这种外地人都不熟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都设孕妇模式 原来你是孕妇 对,我就是孕妇 我孕妇,我骄傲 剪镜片头 OK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很多很多的事情 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很多的流程 变得非常的细致 奇特 工具也很多 所以 很多给心你不觉得吗 对,而且大家都会想要买 Made in Japan 日本的压缩器非常稀少 日本 而且日本他们其实也蛮 proud of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 比如说像我们最常讲的 就是那个日本的职人文化 现在是要讲人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讲说 他们对很多东西的 救急 救急 它会衍生出非常多的 各种的设备文化 程序 对 跟 优化啦 他们优化的事情 会把它优化的非常好 而且让你觉得 滴水不漏 无微不至 这样子 所以这集我们是要聊 日本的这些 夏威 不太安捏啦 台日友好 不是 我说的笑 是他们就是已经细致到一个 让你会赞叹的地步 对 会在网路上面看到很多 有关于他们的影片 就是线一定要画得很直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 那个整齐控 又收得很好 搭电车要会有人 把你推进去 你真的有被推过是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被推过 我也不敢在那个时间 搭电车 我会睡到过那个时间点 因为他们很准时上班 所以你只要睡到九点以后就没事了 就是离开九点那个区段就没事了 我也大干 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去搭电车 很精彩 很精彩 而且他们走路速度超快 超快 我会喘不过气来 我跟你讲 你又开始讲了 我跟你说 我在品川 我记得我有讲过 有啊 品川你讲过啊 对 就是你会看到那个 一大堆穿着黑色 黑衣人 黑衣人 然后白衬衫的 然后一群 然后往同样一个方向 人流 真的是流 流 那个有幽闭口径 千万不要去 那个很恐怖 但是如果你坐在 品川王子饭店的那个楼上 或者是车站那里 然后看楼下 那个还好 我觉得是一个风景 你可以感受到 整个日本文化 在快速的流动 那种感觉 还好啦 王子饭店是在另外一侧 办公区在另外一边 两个在不同边 对 但是譬如说你去东京车站 或者去这种超级大站的时候 幽闭恐惧症者请注意 不是 很多人会在那个射谷的路口 然后上面看他那个人这样 大量的 你吓到猫了 对不起 大量的往不同的方向分散的那个感受 我们家这只猫 最近很喜欢陪我们陪人录音 他不常来是吗 他不常来 你不觉得第一次看到他这边吗 对他怎么了 他怎么了 不知道 开心 没有日本啦 想去日本 想去日本 OK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流程有多细致 有多优化 他们有多怕麻烦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用旅客 从机场一路到饭店 从机场开始就有了是吗 当然啦 其实如果要硬讲的话 硬讲 飞机上的东西 你如果搭日系航空 他们的毛也是很多的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的确 就是日系航空 他们的票价基本上会很贵 是因为加了很多很多的 特别的服务在里面 比如说商务舱有现煮的白饭 现煮的白饭 在飞机上煮饭啊 对啊 用微波专用的那个饭锅 只有日系飞机有 我目前知道是日系 所以就是疫情之后 我们要好好的去搭一下这种飞机 讲飞机上吗 对啊 讲飞机上啊 你竟然都讲飞机了 飞机上 大家在搭那种日系航空公司的时候 你不是都很喜欢点那种日系 日餐吗 日式餐 日式餐你不是觉得很多格 很多格啊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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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看起来就很爽 你有整齐控就对了 没有 我没有整齐控 你看我家里这个已经乱到 完全没有回音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他们在日式的美感 这个部分是有要求的 所以他应该花很多时间组装 对 日式的餐点 这个可以讲到那个 我不是刚才讲吗 就是节目开播之前讲 日本的妈妈其实很辛苦 是啊 他们那个便当盖打开啊 是在比谁很厉害的那一种 哦那个我不行 日本的便当是很多 对他们妈妈也花很多时间在煮 他们的美感啊 他们对于美感这件事情 不会是随便丑丑的这样而已 我觉得可以看那个那种崩坏的 我觉得会比较好玩 比如说歪掉的那个猫啊 也是有这一种就对了 我跟你讲 日本一定有这种舍法 OK好来 我们讲回飞机 然后我们用一个旅客的角度 嗯 去看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 日本戏剧的文化 对 比如说你在 我们讲大家常去的大阪机场好了 因为大阪机场 它在出入境 我们讲路径这一块 OK 路径的那个 呃 它的廊厅其实空间非常小 你记不记得 很小 不记得 太久没去 你不要跟我讲这种理由 好不好 回来 回来 回神 记不记得 对 它其实不大 它其实不大 真的很小 所以它其实 如果你跟陈田机场比 它真的是小的 对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就有观察到 在它 它现在去的时候 我们先讲现在这个状况 就是 它现在呢 如果你如果一到大阪机场 它现在是有一排的人 先帮你压指纹 跟扫描你的护照 OK 就是你在 移民官那个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 呃 再多花那么多时间 你不用在那里很久就对了 它有点是在帮 那个移民官在 呃 疏解它的那个人潮 不要卡在那边 因为毕竟呃 移民官的人力是有限的 杰西现在在讲的是 我们要入境日本之前都会排队 然后排队你有很多程序 对 那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呢 就有人帮你引导压指纹啊 刷护照这一个过程 以前是在 呃都是在柜台嘛 嗯哼 但是现在是先压指纹 对 的这个步骤 那等你到移民官那边去的时候呢 就撒掉这一关了 很快 他如果觉得你没问题 就放你走 就盖了张 贴了贴纸 贴贴纸不是盖张 贴贴纸 然后就让你走了这样子 对 其实这个部分呢 呃我在他还没有这个 分成两个part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开始做问卷 哦真的 我有被sample到 请你对着麦克风 对不起 因为我在录猫 哈哈哈哈 我其实有被 呃问到问卷 他其实就问 他问你什么 就是说你觉得现在对于机场的入关的速度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慢 慢到那种膀胱会炸掉 诶会不会他那时候就已经在帮奥运做准备了 这也太早了吧 至少是三年前 Oh my god 但是在日本是有可能 对啊 哈哈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应该在做这个准备 所以其实 现在这种 他们这种细致的文化可以在 你从一下飞机 在入关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把这个流程 嗯 拆解成很细 因为扫描护照不需要专业 受过训的移民官 对 就一般的阿桑 他只要跟着步骤走就好了 对对对 他们很会耶 就日本人其实会很会follow这些SOP的东西走 眼睛拉下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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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按指纹按指纹 诶 食指 食指 对 食指 拇指 拇指 食指吧 哦 食指啊 我不知道 只有食指啦 没有啦 他中文都学的还不错啦 就那几个单字 知药护照 知药护照 啊 知药是吗 知药护照 对对对 会骗掉 对啊 知药护照 知药护照 不用那个 我们写的那个路关那个表格 对对对 三号三号 就是叫你去三号那一道 三号三号 因为他只会假战 哈哈哈哈 很可爱啦 哦对 OK 所以就是连静观 这一个程序 他们就优化了很多的过程 你如果跟其他国家比 他们是少数几个会有引导 就是你要到几号窗口排队的人 其他国家 有些国家也有 但不多 但不多 对对对 就是他们其他国家 欧美其他国家是很自由的 嗯 你想去哪就去哪 那不管你 对不管你 但是日本是一个很讲求 台面上秩序的文化 台面上 那台面下呢 我没讲 哈哈哈哈 OK好来 好 那我们出去之后 其实 你跳过了一个地方 你刚刚脚本没有写啊 对脚本没写 但我想到了 因为你过 那你差快一点吧 那个你过了移民官之后 你要去哪里 领行李 领行李 他们会把行李 用颜色 分得很清楚 颜色大小 这个很夸张 他就让你找的时候 一秒钟 一眼过去 就很好去认得 而且 所以如果你 都会帮你先拿起来 拿下来 然后就 手把有没有拉起来 好像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到那么夸张 他会分哦 我告诉你 我看过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观察很久了 他第一个 他会分 如果你是有 同一个旅行社的牌子 他会一区 对 然后再来 他会依照 大小size的行李 再用颜色 用颜色分了之后 用大小size再去分 超级贴心的 那有点变态 对 然后你 第一个是 你也不用走 当然你如果走太快 就不行了 但如果你在 我就是走太快 那一个 对 但如果你是 譬如说你排队排 有一段时间 你下来 你会看到 红色蓝色 黄色黑色 就是不同的行李牌 在那里 还分大小size 你根本就不用 走到行李转盘去 对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你在大阪机场 千万下飞机之前 就要上好厕所 因为要排很久 因为要排很久 所以你 那我问你 你下飞机 请你直接冲上 那个接驳电车 对对对 我就要问你这个 你会在电车前 还是会在电车后 什么叫电车前 还是电车后 因为他要上一个电车啊 对啊 然后你会在电车前上厕所 还是会在电车后上厕所 当然是在飞机 还没落地前 就先上好了 OK 对 这很多人会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 下飞机之后 然后上电车前 上厕所 对 但是你就会被卡住 这个可能会多花 15到20分钟 有可能 一台飞机嘛 对 然后如果正常时间 你如果有跟其他航班 打在一起的话 尤其是如果是 韩国朋友来了 或者大陆朋友来了 美国朋友啊 对啊 下飞机都会来的啊 比较rush的时间的时候 你真的要排非常非常久 对 所以其实他们有意识到 所以才做刚刚讲的 这个优化的动作 好 那杰细建议大家 下飞机前 要把厕所先上好 对 而且就是一下飞机 马上冲出去 你要走快一点 因为你这一段 特别是大阪关系机场 你一定要搭一个 接驳电车进去 对 我们用的航空公司 基本上都要搭接驳电车 有不用的就是了 有啦 日系的 日系的不用 所以搭日系的 就不用搭电车就对了 对 我有搭过 好 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 mention 如果你不想要搭 哪一段 接驳电车的话 那就花多一点点的票价 但是日系没有直飞啊 台北没有飞大阪的日系啊 真的吗 有啦 这个我不知道 有啦 JL有啦 对啊 JL有 JL有 因为 这只猫是怎么了 因为他看那一只躺得很爽 所以他现在也要过来 但是他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 对 没关系 过来 拼过来 好 好啦 回到我刚刚 我们其实刚刚讲 走出来之后 拿完行李走出来之后 前面那边 指标很清楚 指标很清楚 就是说 日本 你不必发觉 日本在地铁 在机场 在各个空间 他做的指标都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其实会拿来被当作叫案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的指标都做得很干净 那个干净也是一种极致 干嘛叹气啦 你回头看看我们那个铁路公司 回头看看 不是 一个标可以改得那么丑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的铁路公司的字体 到处都不统一 对 你统一全部都是新系民体 就算了 对 每个系民体还不一样 每个系民体 然后颜色还有色差 然后空间上下还不一样 不整齐 然后补丁还补得很丑 对 就是 日本不会发生这种事 完全不会 其实你如果要对照组 就是看台湾的高铁嘛 嗯哼 台湾的高铁 因为毕竟是很日系的文化过来的 对 所以它很多的 有一个日剧是在做台湾的高铁 我看完了 路 对 很好看耶 我看完了 我觉得不错耶 就是一个 嗯 妹妹 日本妹妹 又是妹 日本妹妹来台湾找 男朋友的 男朋友的故事 对 但是我要说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故事 你是 诶 你怎么说吃到我口水 开始插题了 好啦 我们只是在跟大家讲说 如果有需要做比较的话 诶 他们两个打架了耶 好了 带你去日本 好 OK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比较看看 所谓的日本的细致的这种 他们细致到连路上的指标 嗯 指引方向 对 都非常的清楚 不会让你搞混的那种 我其实在日本真的 只要看指标 因为指标的话 日本指标大部分都是汉字 一定都会有汉字 除非说它那个字没有汉汉体 嗯 那通常都会有 但有啦 一定会有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会有 除非是那种很小的地方 好那我问你 你去日本是看汉字还是看英文 看汉字啊 对我们都看汉字 对不对 我们都看英文啊 没有你去欧洲就要看英文啊 哦 是啦 对 但是台湾人去日本 这个亲切度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我们台湾人去日本 其实看得懂汉字 是一个很大的力度 而且你走到 像是你走到车站要买 就是在机场那个车站啊 通常他那边的 会讲中文的人的量 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比英文还多 对 周这边 周这边 周这边周这边 往上往上 有没有护照 台湾人台湾人 这边这边 很可爱 谁教他的台湾国语啦 真的很可爱 对啊 所以其实那个 他们中文的人数 服务量体很大 对 服务量体非常大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会 加开很多 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国家的那种旅行的 服务的量体 是可以用这种规模 去做的 而且甚至于他们雇用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人 或者是台湾的人过去服务 因为毕竟他们的中文程度可能还是没有好 没有办法好到跟台湾人沟通 所以他们雇用了很多那边的在日的台湾人 对对对对 然后跟你服务 甚至于你有时候还可以讲台语的那一种 对啊 那就去聊天了 对就是在中文服务的这一个部分啊 对于台湾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嗯 可是问题是另外我觉得有个小点啊 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在 你不觉得他们在点交车票 点交钱 点交任何东西 就仔细 好像是在那个赌场在发钱一样 你有没有被他们找过那种 就是你拿一万块日币跟他找 对 你可能花掉七百多块 他是一张一张交还给你五千六千七千八千这样子 没有他要数给你看啊 对 这是第一个数给你看 然后第二个是 他零钱不会先给你 他先 给你大钞啊 不是 他先给你钞票让你收好之后 再给你零钱 他不会让你有窘境就对了 对就是一次要同时要拿钞票 一次要拿那种零钱的这种状况 OK 就是他不会让你很窘啊 对对对 因为你会很急嘛 他不想让你麻烦嘛 所以他通常的状况就是 钞票跟零钱是会分开输给你看的 这样很棒 这样真的很不太一样的 而且他们到最后可能还有那种 点钞机 直接找钱机的那种 那个真的很夸张 我在那个 我第一次看到应该是在日本的 Muji 我是在超级市场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机器啊 是在 我记得是在Muji 就是服务人员 就是他的那个收钱的收银员 他只要把钱一跌 跌进去就直接塞进去那个孔 对 然后那个硬币直接 丢进去就好了 他就自动会去算 他到底投了多少钱 然后再把找钱的部分吐出来 就有点像是贩卖机的那个概念 你用机器买东西的那个概念 你不觉得日币很多硬币吗 而且 就是到最后你会连那个小小的 除非一百块 不然你那小小你都不会想要他 对啊 你看一千五千一万嘛 就是三种 三种纸钞了嘛 所以我后来其实蛮喜欢用电子支付的 因为C卡可以到处都用 我不用收那么多零钱 对 那个 那个日币真的很占位置 算很轻啊 所以你知道日本的钱包有发明出那个 五块一格 一块一格 十块一格 一百块一格 我跟你讲 那个是给观光课的 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我问我日本朋友 他们没有在用啊 嗯哼 因为日本人就跟你讲一样 他就全部现在都是电子支付啦 对啊 谁才在那个硬币 诶我为了这个我还去买Apple Watch 因为手表可以直接支付 你这个是那个东施笑评不对 借花献否不对 不是 业配别人家 没有我就是懒惰的人 对啊 反正他们这种各种用机器去辅助人力的东西 就是为了解决你所有的困扰 他们会发明很多东西 对啊 很多程序 而且你不觉得像就是你在自助购票的时候 或者是买那种饭卷的时候 饭卷 哦 你说那个餐厅的 餐卷 按按按 对 餐厅的就按按按 我都 因为我跟小孩一起叫啊 妈妈那边有按按按 我们去吃那一家 因为你就减少了沟通的这个过程 对因为全部都有照片 对 然后全部都有那个图文 他叫什么叫石卷对不对 应该是 对叫石卷 然后他们 如果你去过那个东京车站 或者是京都车站 他像京都车站拉面小路 每一家都有这种按按按按的机器 不是他们只要是这种店面型的 对 然后他为了要 即使要减省人力啦 嗯嗯 那就少一个减账的人 然后 譬如说是 哎那个连锁的 松屋啊 对 他就会有 而且松屋还有很多系统 还会有中文 嗯 然后你就非常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点到餐 就算你完全不会讲 而且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用有那个压力 点餐的压力 他们很不喜欢造成这种人家的 困扰 对困扰跟压力 会啊 你排队在点的时候 后面有人在排队 你就会有压力 所以他会有两台 哦对 然后他一定会有两台 两台可能还不一样的机种 或语言系统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他们一个很 就是细致的部分 那我们在机场买完票 拿完收好钱 要上车了是吗 要上车了 那通常我们如果在日本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 他的新干线这个系统嘛 嗯新干线对 超级无敌准时的 他不只新干线准时 所有的电车系列 对 都很准时 而且他们有不准时的 法则 对他们好像超过 10秒 还是30秒就 他们会有一个机制啊 但是他们不准时 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 对日本来讲 不准时是很严重的事情 咱们家的铁路公司 好像就是 常常不准时 常常不准时 这个不准时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他们 日本是极致到一个可怕的地步 对啊 因为其实你像常常会有 我是觉得是风土民景 因为台湾 台湾那些很多都是要在偏乡啊 就是很像这样的地方 那你总不可能叫一个老人家 走快点吧 应该这样说 你有没有搭过 新干线转日本电车 有啊 他们可能会 你如果用那个app 他可能会精准到 新干线接电车 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超感的 然后你会觉得很感 但是走得到 嗯 他们一定是算过的 对 他一定会算你说 你可以让你从 那个新干线的地方 转到电车那个地方 对 他们的接驳是算好的 尤其是在 但是你只要一恍神 你就会失接 所以请你想好看好 没有就是你那个要看清楚 转车的时间 你要看得很清楚 我记得我有一次是这样子 然后结果就搭错车 然后就在那个某个转印 在那边吃 待三个小时这样 没有 就搭 搭错 搭到直达车 你怎么常干这种事 上次也是搭到直达车 我超会搭直达车的 我习惯 时刻怎么超过去了 怎么还没有停下来 结果是真的就是超出去了 对他们连这种机制都算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直达车 他就是要让你很快 对 然后如果有暂停的 他就是会把接驳时间都算得很好 新干线接一般电车 或者新干线接巴士 都是算好的 但是必须讲一下 他们这个不喜欢 麻烦到别人的文化 也衍生出来 很多麻烦 对 像新干线上面 你就看到不能带大型行李 可以带 为什么不能带 只是你要放在奇怪的地方 你比如说你头上 比如说你的位置上 扛不上去啦 我扛过 我就硬把那个冰箱 就是我们那个运动箱 直接扛上去 很重呢 很重啊 那至少不会挡到别人啦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们前面两只猫在打架 对 我心里想说他们两个在干嘛 不要理他们啦 OK 好 这是猫咪的日常 应该说 台湾的朋友去日本都会带很大的箱子 原因是因为要大才购 要买东西嘛 可是 现在有规定 如果你带很大的箱子 你必须要放 你必须要购票 而且你必须放到 它有指定的位置 它会把一个 就是说 美国车厢的最后面 因为它可以往后 在往后躺的地方 那边是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的储物空间 对 那它就会把那个位置画给你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你就 你的行李是有地方放的 但不是所有的电车 也不是所有的行赶线 也不是所有的 有啊 日本电铁 我上次就是这样子 被日本人就是 因为你知道我去四国 坐过日本的 四国的列车 他们的电车啊 其实给行李的位置很少 我连26寸都塞不进去的那一种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啊 我觉得 这个行李的话呢 我们先讲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衍生出来 为什么台湾高铁有放行李的 是其实是应该是演化过的 然后在日本新的 我没记错是金泽的新干线 那一台车上面是有放行李的转用区 它现在慢慢会有啊 会改 可是问题是其他都是老旧车种啊 对啊 所以他们来讲是老旧车种 所以大家研究一下你到底要不要带这么大的行李去 或者是 诶 有一个很细致的服务 他们可能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吧 应该是 他们延展出来一个 行李宅机变的 我这次很酷耶 因为其实你如果 林杰西你用过吗 我用过啊 我用过很多次 那你先告诉大家程序是什么 我们再来讲它 到底有多方便 有很多种 我跟你讲 有很多种工资 下飞机就可以做 下飞机可以 就是有那种 如果说你下飞机你不想要直接进饭店丢行李的话 嗯 你可以在机场就直接把行李丢包 可是我那一天晚上拿得到我的行李吗 可以当天到 哇好酷哦 那种就是单一程式 然后当天到的那一种 可是就是会偏贵啦 没关系啊 手上没行李比较重要吧 很重要 去城还好了 可能灰城就很惨了 哦 对 尤其是如果你的班机又很晚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呢 这个是通常是机场到市区的这种嘛 那这个的话 你就如果是在回城 嗯 回城的话你东西会很重 对 那但是问题是你你的班机大部分人会是早 呃早去晚回 傍晚以后 对 在这种状况下呢 你还要回去领行李是非常非常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有另外一选择就是 要嘛是把行李寄在车站 要嘛就是直接把行李寄到机场 哦 对 这个是也有这样子的服务 他们还有一个是如果你中间中间的天数 嗯 你要换饭店 你还可以饭店到饭店 我就是要讲这个 还没讲完 哦 还没讲完 这个饭店到饭店的部分也是很厉害的 他可以随便把人运过去 哈哈 没有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文化就是 他们通常就是 比如说打高尔夫 打高尔夫的时候呢 就会先把球杆寄到那个饭店去 哦 他在新干线就不用大包小包这样子 去扛 所以你不会在那个 你不会看到很狼狈的扛 对 扛那个 你不会看到干地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他衍生出来就是行李宅急便的部分 行李宅急便的话 全国各地都可以寄 只是有不同的天数跟时效 这个意思 我寄过 你寄过 我寄过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A城市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你要自己扛到下一个饭店去 你就直接让行李宅急便 帮你送到下一个饭店去 呃 你这论点不成立 哦 不成立吗 原因是因为呢 当你买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就直接寄到机场就好了 哈哈哈 我都这样子啊 扫一站就对了 扫一站 扫一站 我就是说买完东西 然后随便找个地方买纸箱 OK 然后黑猫就直接寄到机场 哦 你买东西不要再寄到饭店去 是直接叫店家帮你寄到机场去 对 哦 很多人用这个我知道 对 所以你必须预留时间去机场领你的所有包裹 对对对 我自己是 我自己会搬到 搬回饭店重新整理成一箱 对啊 然后然后把一些脏衣服 也塞进去 然后就在这七条机场 然后去机场那一箱就宅配这样子 对啊 而且托运啊不是宅配 对啊托运啊 直接那一箱直接丢给航空公司啊 对 所以这个这个动线是要思考清楚 这个动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对这个就是日本人他们在体贴每一个人的旅行 或者是商务的过程当中 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跟服务 对 就是寄行礼啊宅配东西啊这个服务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公司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甚至有些观光景点 比如说横滨宋东京市区 嗯哼 这个是额外发展出来的 所以是当日配 满民产也可以这样配 是的 可是问题是行礼啦 因为这种东西衍生出来很细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都是由黑猫提供这个服务 对 那个黑猫就是我们台湾那个黑猫 对 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黑猫的话呢 它其实行礼是没有当日 原来是没有当日配 对啊我记得刚开始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的 是隔天配的 但是呢像是在横滨要进到东京市区 他们有特别有一个规格是当日配 就很快的那一个 对就是你可以就直接从横滨出发去你要玩的地方 然后你环上会 你的东西就全部帮你送到饭店去了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是 这算什么 有快递系统 日本的快递系统发展出来 解决各种不同的 就是日本什么都很快嘛 什么都是很快 连击种东西都非常非常快 那日本还有一个很方便的文化 就是退税的文化 干嘛又后啦 你不觉得欧洲退税很烦吗 还要分系统分信封 然后还要填一大堆东西 而且我告诉你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机场 还有不同的机制 然后还有欧盟的 还有不是欧盟的 然后还要排队盖章 然后丢信封 这个是很火你知道吗 移民官前的 有在移民官后的 然后每个机场的范围就不一样 对所以你知道吗 对于我这种人来讲 我每一个国家都要写一篇文章 因为都完全不一样 还有领现金的 或者是刷卡退的 对然后还有退不到的 这是很烦啊 对但是日本 他为什么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是因为他当场就帮你扣掉了 对他不管是用哪个退税系统的 他都是让你现场直接 要嘛就是直接把那个退税金额 直接扣掉 要嘛就是 透过一个转换的方式 就是退现金给你 我觉得这很棒 你简直就是无脑在买东西 因为你自己不用烦恼 对啊 这个也是他们很会帮人家着想的事情 对但你在欧洲就不是哦 你全部都要自己想 如果你没退 就没有了哦 那损失很大 非常大 尤其是如果你买金瓶啊 买大金额的东西 你没有退 你可能损失的是一两百欧的这一种价格 对 所以其实这个退税来讲的话 其实是日本真的是领先全球 所以他是观光 他是靠观光为生的国家 对啊对啊 所以以观光为主的话 就会衍生出很多这种 你看我们刚刚讲 都是在讲说 他的所有流程都是 特别优化过的 好那这边我们休息一下 来听一下广告哦 老爷酒店速速券餐饮券 4月20号到4月23号 限时开卖 买10送1买20送2 每张只要2999 一张数组合 入住全省老爷酒店 活动细节及使用规定 请看节目资讯栏 好啦可以进饭店了吧 好啦进了一下饭店 日本的饭店其实 你喜欢吗日本的饭店 我觉得日本的饭店 基本上你都不用太 担心 对就是说他一定 不管怎么样老旧 还是新旧啦 就是他的年龄 饭店年龄 他基本款都是很干净 清洁的工作都没有省 我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 这是基本要求耶 对就是你对日本的信任度已经到饭店是干净的 你不会去太 是啊 不用去担心 对 对这种状况下来讲 就是你只要挑你的饭店的location 对对你来讲是方便 你喜欢的这样就好了 而且日本的很多饭店我们喜欢住的大部分都是那种商旅行的 我也是而且我最近才发现我自己在挑日本饭店的时候我不会用它是几星级来定义它 在台湾我可能会但是在日本我不会我只会挑它的品牌 然后可能看一下他房间的设计跟感受是不是我喜欢的这样我完全不会去care 挑那么多耶 因为其实location一定有的话就是车站旁边一定有的就是APA嘛 对 APA跟几个什么印什么印什么印 对 VI IN啊 对 什么SUPER啊 对这些 连锁集团的饭店基本上 它都是挑地点 很难让你失望 很难 而且它规格都很一致 你说走进去看的房间都是一样 一致的小 行李永远打不开的那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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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SUPER在金泽是大的 哦SUPER在金泽是大的 不是SUPER啊 那个APA 你离开东京大阪市区 大概就会稍大啦 应该这样说 对对偏大一点点 但是它基本款的那些设备啊 它都好一致 连味道 连味道都差不多 对可是我觉得日本饭店蛮妙的是 因为我们要先讲它的文化 原因是因为日本很多人都是搭电车上下班 对他们的车位很贵买车也很贵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都是搭电车嘛 所以你如果错过最后一班电车 你如果要 你就要住旅馆了 对因为你要回家的话 你要搭电车那根本是 天价 天价 所以你干脆就直接住在旅馆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旅馆会提供好几种比较应急上面的设备 你有用过是吗 我都有用过啊 譬如说 有几个没有用过啊 第一个就是除臭液嘛 喷喷 对 哦你进饭店的房间 大大小小的饭店通通都有喷喷 对你一定会看到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东西的除臭剂 对对对 这是为了消除你身上的烟味啊 因为大部分都是喝酒喝完 对啊 这个真的蛮贴心 而且那个真的有用耶 对啊这样就不用洗衣服了 诶你好髒哦 就是去吃烧肉身上会臭臭的 然后你喷完就不会了 对啊没有啦 通常是拿来喷外套啦 对而且他们 那个味道真的消得很快很神奇 还蛮妙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回家 明天同事不会发现的这一种吗 对可是如果说你如果真的要洗衣服的话 大部分这种饭店通通都有洗衣房 就是laundry的系列付费的洗衣 对然后 诶现在他们现在还会有那种 里面有洗衣机的房间 有吗 那是比较贵的啦 也还好 真的吗 也还好 因为我会挑这种 就是我常 一家四口太多人了 对然后我常笑说 你就是不要带行李 不要带衣服去也可以 因为你在 那你买新的衣服 然后直接洗 也不用啊 日本的房间基本上都会提供浴衣啊 然后你只要穿 洗完澡穿浴衣 然后丢进去洗脱轰 然后你就可以隔天再穿同一套 出门耶 是啊所以其实我 我其实不管上哪里出门 去哪个国家 不用带太多 我都会先看洗衣机 我很喜欢 我一定要有洗衣机的那种人 而且他们的洗衣机都洗得蛮干净的哦 嗯而且是有分啊 有分那种是洗脱轰一起的 或者是那种一般那种洗衣店的 你这个电气控 不一样我跟你讲 因为其实如果是 他很多现在都是用电 电热去烘干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要比较久 那个大概一个小时 嗯哼 那还有什么 不是电热的 瓦斯啊 哦 哎我有遇过在北海道 对啊 瓦斯的瓦斯的其实烘干的速度比较快 30分钟可以干 OK 对所以这个是会有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在走廊就会看到那个烫裤子的机器 很多人第一次去日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真的假的 对啊 你有被问过 有被问过啊 就说那是什么 然后打开你还不能整个拿走 因为它就是只有一个板子打开 然后你裤子放进去 夹起来 夹起来 然后你裤子就变平了 对啊 问题是你出去玩干嘛 烫裤子 那个是给商务客人用的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有用过的 哈哈 我用不到啊 应该说在欧洲的 欧美的房间里面 或者是他们有些会放在公共空间 给大家借用 对对对 但是在日本的商务饭店 他们会直接在T间就有一个烫裤板 对 让你直接把裤子 裤管哦 只有裤管 裤管放进去 然后就会变烫平平的这样子 对 这个也是因为它的文化的关系 商务文化啦 对 衍生出来一个比较特别的设备 但是我必须要赞叹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知道杰西之物饭店最在意的是什么 冷气 日本的那个饭店的空调的温度之准啊 不会忽冷忽热 对对对 也不会很大声很小声这样子 然后热就一定会很热 而且他们的暖气是基本配备嘛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因为日本是冷啊 就是基本配备 所以他我很喜欢在日本的饭店 因为那个暖气 哦 还有一个 暖夫夫 还有一个 什么 这个是我们家一定会特别在意的 就是因为像 小本没写 哎对 像Cocova是会过敏的小孩 哦 怎么了 房间如果比稍微好一点点的房间都会有空气清净机 是啊 那个空气清净机呢 也是他们很多房间的标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花粉热 啊 日本人很多人都有花粉症 对 然后他们会 像他们的口罩也是 他们口罩就有 超级无敌多种 对啊 防花粉的 然后还有 连眼镜都有防花粉 再说一次 连眼镜都有防花粉 对然后还有什么家事口罩啊 Lily Coco 为了这些人的麻烦 而衍生出来的 商机也很多 是啊 花粉真的是他们蛮 严重的 那到底是什么 说真的 我还没研究 过敏啊 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 就是真的花粉会飘 就是你说像樱花 这种东西 对 因为他们是真的有花粉 那有点是像是 那台湾没有花粉吗 台湾有尘埋 哈哈哈哈 2.5就对了 偏 2.5 意思是一样 就是过敏源嘛 就是过敏 对对对 但是coco几乎去日本 很少很少过敏 而且日本的 你如果是在空气进行机 他们那种都会有双功能 有些是会有 厨师机 加湿机 都有都有都有 有厨师机吗 有厨师的 有加湿的 厨师跟加湿不会在同一台 不会在同一台 对就是分开的 有两台吗 一台加湿 一台厨师 然后还会有什么 什么过滤的 然后还会有空气清净 就是很多种就对了 很多设备 这个就是其实他们在饭店 很多设计上面的一个 巧思 对巧思 而且他们都用自助报道 你不觉得很妙吗 就是他们很怕麻烦 造成人家的麻烦 造成自己的麻烦 或者也会造成 他们也不喜欢那种排队的文化 所以他们会精简 不喜欢让你等 对他们会精简很多的过程 能机器就机器 算钱也机器 买票也机器 买东西也机器 但我发觉 我每次check in 他还是要人来帮忙 为什么 你东西太多 不是啊 那个他就习惯 他们会帮你啊 哦你说 就算你去机器 他还是有人来 你机器旁边 这一个蛮妙的一个状态 他可能怕你不会用吧 不知道 之类的 就是可能 就是他们的一种坚持 坚持 他们的很多坚持 都会很多 很奇怪的 他们应该是怕失礼 我觉得 是啊 怕失礼 对对对 日本人另外一个就是很怕 就是礼貌上的文化 很怕人家觉得他们不好啦 应该这样说 对 就是说 他礼节上面是非常非常注重 对 尤其是回礼的部分 哦 那个 去电车送你出门 然后都是敬礼 敬到你离开的那一种 还有啊 你的日本朋友 你只要收过他一次礼 请你一定下次要记得回礼 他会在意 不是这是文化 哦 但是当然好的话 就是没关系啦 就是像台北 就是 呃 这就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就是日本 为什么会有很多 欧美亚给 嗯 那他 因为一定要回礼 一定要回礼 然后去出去出差 一定要买一个礼盒回家 他们很高雷手 应该他是一个 很高雷手的民族 但是你很好笑 你看那些礼盒呢 他的价格都不高 都不高 就是因为要 一定要有一个伴手啊 而且重点是呢 也不能送太贵的 对对对 不要造成人家负担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很奇怪的那种文化冲突 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 很特别的文化因素在里面 譬如说 他们连语言上面啊 那 有时候讲话都不能讲得太明确 日本人讲话就是 一直绕一绕一绕一绕 对 然后你一定要听到最后 哦 你的头发好漂亮哦 那其实在说你没洗头 哦 对 之类的 之类的 对 尤其是像很多人不是在讨论那个什么京都的语言文化吗 他在讲说 哎 昨天晚上你们家小孩钢琴弹得很好听哦 哦 其实是在说你很吵 哈哈 绕着讲话啊 对 所以 他们要不喜欢那种直来这样子 直来自我 太直接的 他们不喜欢 他真的不能太直接 所以我每次跟 所以他们会避开啊 可是这样沟通上会有很大的问题啊 你其实大可跟我讲说 不行 你太吵 不行 我溺 因为 其实就是那个日文我听得懂 可是问题是他直接回答 不行 他太失礼了 对 对 就 No 最后还是No就对了 对 我只要每次发现 他们开始跟我讲一大串 哦 那应该就不行了 哦 对 这个我弟有跟我讲过 他说呢 以后你就列一到十点给他 嗯 然后你中间要塞一些 无关紧要的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说 日本人要你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回复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他可能只要 他可能 要你做一个完整的流程 但你中间要塞一些无关紧要 然后他就会把那些 他要的拿出来 然后无关紧要的东西 他就会删掉 但如果你一到十都很精确 他就会要你全部都做到 哦 对 真的 哦 跟日本人相处 所以我们要以后 要接日本业配的时候 所以要跟他讲清楚 哦 一 这个会做 二 这不做 这三 要加钱 这样子吗 之类的吧 那可是饭店啊 我就是觉得 日本饭店的早餐 都是莫名其妙的好吃 一定要吃 日本饭店的早餐 务必要吃 真的 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吃 而且 那个钱没有很贵耶 对 不会很贵 但是丰盛度会吓到你 而且大部分都是吃到饱 也有一些是小套餐部分 小套餐 Semi buffet也可能有啦 对 可是大部分的都是吃到饱的状况 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日式文化的人 应该不会有人讨厌日本早餐 应该不会有人讨厌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可以把餐煮成这样子 就饭很好吃 牛奶很好喝 菜很好吃 味噌汤也好吃 对 然后 有纳豆 哦 对 我要讲一件事情 什么 你要讲什么 日本人取餐不会像台湾人取餐这样子 你说很粗的吗 对 然后吃一大堆 对 他们会有一个餐盘给你 即使是大饭店也是这样 他会给你一个餐盘 然后他希望你那个盘子满了 就满了 对 然后你要再吃再回来拿 他不会让 暴饮暴食这件状态出现 因为他觉得 你这样子 暴饮暴食 也不优雅啊 他们是很讲究优雅的 我记得好像我拿过这种 好像是九格的那种 九 对啊 就是九格盘啊 对 然后或者小碟子 他们会有很多小碟子 对 然后你去看 尤其是日本的女生哦 他们在装这些早餐的时候 是有在意形象的 而且还会排盘 没错 就是他们的那个盘就会觉得 哇 看起来好好吃哦 为什么我们家 我们吃的是同样的东西 他排的 为什么都可以排成这样子 对 他可能要配色 他可能要配盘 然后他可能要 把位置都调整一下 让他自己也赏心悦目这样子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 日本早餐 那个饭好吃真的是 你可以吃五碗的那一种吗 不行 因为中午还要吃 就是 饭煮的非常好吃 我们的早上是不习惯吃饭的 对 台湾人早上是不习惯吃饭 除非乡下 但是你去你还是会意思意思吃一下 那个比如说他们配的菜啊 酱瓜 自萝卜啊 对 然后就算他们的蛋 小菜 温泉蛋 然后那些配料 即使是梅子都很好吃 所以真的是日本的早餐 各位不要错过 就算是他是那种套餐的 他其实也是好 那他饭到底为什么可以煮那么好吃 这个又来了 杰西科普时间 杰西科普时间 因为其实应该是说啦 日本真的是饭锅 这个全球 饭桶 不要讲饭桶啦 就是很讲求极致的这个 做饭锅的这个国家 他们好像会为了那个米 可以煮到多熟 可以多弹牙 可以多饱水 然后去设计某些机器 很厉害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 你说 那是口感 为什么你觉得日本饭煮起来甜甜的 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它不是加糖 它就是要经过一个特殊的加压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古时候煮饭要压 要压一个大石头 的意思是一样的 他要把整个穿透就对了 压力穿透 然后那个活化的过程之中呢 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糖分就会散发出来 它其实有一个专业的 可以被量化的指标在里面 所以他们很多的饭锅都在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 让饭好吃的 所以你知道吗 你有去逛过那个Big Camera的那个 有啊 家电系列 他们的电锅啊 贵 可以贵到 12万日比 对啊 超过的那一种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一台电锅是怎么贵的 我妈就这样讲 一台电锅是怎么贵的 我可以讲 真的很电锅可以讲 很好吃 不是 你要快的话呢 17分钟就可以 12分钟到17分钟 就有一锅饭可以吃了 这么厉害 对 我那一天就是因为跟我 前日本同事在聊天 因为我每次去日本都会找他串门子 然后就说 然后就直接就去买一台 他从他家煮了一个12分钟的饭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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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说他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可以那么快 有快煮模式 ok 因为其实你是家庭主妇嘛 嗯 我不是 你没在煮 我有在煮饭啦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家我的电锅也是从日本扛回来的 对17分钟是就是你厨房炒个菜 煎个蛋 对啦 就是如果 快速出菜的话 你是双心家庭 对 你必须还要上完班回家煮饭的 你就必须非常快的 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 变出一桌菜来的这一种 他们有为双心家庭 或者是说家庭主妇 对 要快速的煮饭 有设定这种 急速模式 功能 对 可是刚刚讲的 要让饭好吃的话 等一下会不会有人问你说 12分钟的电锅要去哪里买 我觉得会 请留言 解析告诉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不用留言 你自己去现场看的时候 看手册 它上面就会写了 对 我很喜欢逛他们的电锅 他们的电锅真的超厉害 有很大的 有很小的 有很厉害的 然后他们还有出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锅 你这样子讲不出来 因为会被那个其他人评分 不切实际 我们要非常实际 那你说 第一个 锅子的种类有分 内锅 内锅 内锅有分南部铁器板 跟一般的 所以这一集是电锅业配就对了啦 我跟你讲 我买电器找我就对了 我跟你讲 这个我就是滔滔不绝了 一般的那个叫豪乐玉符的话 它其实就是分成两种不同材质 但问题是 你知道日本很有名的就是南部铁器 对 就是铸铁锅 这个铸铁锅吃起来的话 其实那个味道 铸铁锅不能吃 铸铁锅煮出来的饭 吃起来会不太一样 到底有多不一样啊 下次煮一锅来啦 我现在马上煮啊 75分钟 反正我们大家8点直播 不是吗 好 然后呢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是内锅嘛 对 他们内锅很厉害哦 对 然后呢 他为了要模拟铸铁锅 火焰 然后造成那个斧 是底部是圆形 所以他把他的整个加热区 改变成 从原来的一个变成三个 然后借由电流的调整 他会让他像火焰这样大大小小 柴烧这样就对了 对 所以他让他对流的时候 会对流的更均盈 就是你看 连这个热对流都要要求到这个程度 不是只有热有熟就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要热对流 OK 然后那个锅一定是厚的 因为保温加热那种温度的部分 下一次我去日本的时候 会好好研究一下 我跟你讲 你要带我去 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那个那个是差在哪 所以在那个Bitkenware里面 可能要花掉三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电锅很值得挂 我跟你讲 我也觉得电锅很值得 他们的电锅煮出来饭 就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还有那种一个人或两个人版的 我知道 这我还想要 超迷你 我好想要买 然后我老公说 你买这个干嘛 我们买都是买那种食人份的 我说买这个干嘛 你要煮给谁吃 对啊 然后电锅这个东西 其实就衍生出来 他们为了要设计一个东西 然后让它作为最极致 然后或者解决一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是有功能导向的 那比如说 我知道的 我现在用的热水器 就是没有水蒸气的热水器 因为一般煮水的时候 你说的是洗澡热水器吗 不是啦 那个 热水的 不对 煮滚水的啦 热水瓶 那不是做热水器吗 不是热水器是洗澡那个啦 热水瓶 电热水瓶 电热壶啦 电热壶是那个 快煮壶 好烦喔 好你说 那也是日本的 好 电热水瓶呢 它是没有水蒸气 就是煮水器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电热水 没有 没有蒸气 为什么没有水蒸气呢 是因为你如果放在橱柜里面 如果有水蒸气 它其实会 柜体会坏掉 还有一个就是水蒸气 其实容易烫伤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 连这种电热水瓶 那水蒸气去哪里 我好奇 它回收了 直接变成水地下来了 就跟冷气的意思是一样的 它直接把那个东西回收了 对所以它里面要设计一个机构 让它不会有水蒸气 所以日本人会为了解决你的某些困扰 而去发明解决这些东西的物品机器之类的 比如说你要让米更好吃 就要买精米机 又来了 你是农夫就对了 我知道我有看到 我已经看很久了 对因为你需要把那个老米 把外面最 皮 然后老化的地方 氧化的部分 轻轻的刨一层掉 那个你的饭就好好吃 下次来开直播 然后直播你家 煮饭吗 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煮一锅饭给你看 但我不吃完啊 我就是没有办法好不好 所以日本人为了他们的生活上面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们会发明很多很特别的东西 这其实回到他们根本的文化里面 就是不想要麻烦别人 不想麻烦自己 不想造成任何麻烦 所以他们会有这种所谓的职人的精神出现 包括他们在煮东西 很讲究 做东西 像我曾经在日本看过 他们会 他们的细致度 雕刻上面 雕到很细很细很细 所以他们可以为了一件事情 一直去研究 一直磨啦 像我自己是去过寿司之神 再讲一次 寿司之神 Siri姐会骂你哦 寿司师傅捏寿司 全部都错 寿司之神他儿子的店 因为寿司之神的店实在太难订了 去那边用餐 他们的讲究的程度 从他给你喝的茶开始 给你喝的茶 他不能太好 不能太好 因为好的茶 他的味道很香 会抢到你的味觉 会抢到味觉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他第一个会先给你一个 大概80度的毛巾 80度 七八十度的毛巾 稍微 滚烫的 哦滚烫的 对 擦哪里 擦手 让你把你手上的油脂给去除掉 因为日本正统吃寿司 是用手 用手捏的 我怎么办 我等一下收拾 手舌里只会卡到 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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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卷舌 寿司 对 寿司 然后呢 他们会 我就细节不用讲 因为余料处理 那就不用讲 因为他们真的很 花功夫在这个部分 他们愿意花精神 跟花时间 在一个口感 或一个口味 或一件事情上面 任何的细节 比如说他上 每一道 那个寿司 寿司 之前 他都会把那个叶子 放寿司的那个叶子 擦干净 OK 每上一道都擦一次 然后 每个寿司要搭的 酱料都不一样 这跟我们台湾的文化 真的是 比较不一样 台湾就是庆菜 就台湾就很多 没有关系啊 随便啊 随便文化 对 就差不多就好 差不多 我觉得台湾比较像是 因为台湾很nice 很热情 所以就会比较有那种 啊差不多就好 没有关系 给你要鸟摸的那种感觉 这是两种 他是两面 就是说 他可能在人情味上面很足够 然后他可能对 台湾人可能对你的事情 就不会那么要求 但是相对对这些很 像我们看日本这样 很究极的人或事或物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精准 对啊 日本的精准度是很够的 精准到非常非常的严苛 因为他会看我吃的速度 去捏那个寿司 然后会看我吃 他会搭配你的节奏 他会搭配我的节奏 而且在我吃完这一个的时候 他已经在准备捏下一个了 因为在给你看就对了 对 一直在盯一直盯 因为毕竟他也是米其林的餐厅 所以他讲究这些细节 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所以当像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讲回到饭店 你就不会在饭店里面发生 冷气孔会擦不干净 床头柜会擦不干净 这件事情干嘛一直下哦 对 其实因为我跟你讲 你记得我入住某一个饭店的时候 一直在念那个那个他的水晶灯 哦对 念他水晶灯 那个手摸起来 啪 对就是你可以在台湾找到任何一个 你可能随便就会摸到的东西 但杰西曾经在台湾某一间饭店 我都不记得哪一间啊 摸他的冷气孔 杰西很奇怪 因为杰西人长很高大 大家可能看到世界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特别去摸那个冷气孔 其实还蛮失礼的 当着那个饭店的工作人员 对 你在哪一间 是老爷吗 对台北老爷酒店 台北老爷酒店 可是老爷没有在怕我摸 他就很 对这就是我们 我们老爷的系统就是这样啊 对啊 然后他说连椅子都有45度的摆放的角度 对对对 就是他连细致的这一个程度都是 每个东西都有他的规定 跟他的应对的方式 这就是日本的文化 这是我们大众熟知的日本文化 你记不记得你那个打扫阿姨都要会日文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棒啊 就是如果我们会很 就是文化 就是你是一致性的 你是细致化的 他会愿意多花 日本日系文化就是会让你多花一份心 会让你觉得贴心啦 对 然后会帮你有点被照顾到的那个感觉 对所以很多人对日式的东西是很喜爱的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去日本的原因 可能觉得去日本 你才会有这种一致性的 连贯性的 极致性的服务 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有SOP 而且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文化的一个部分了 真的 他不是做出来给你看的 他就是实践啊 他们生活就是这样 对 然后他们的时间感 他们的次序感 他们的整齐感 嗯 几乎是无可挑剔 像我常常在 因为我会去一些日本的小地方 他们 多小 就很小啊 小到那种 就是你可能 手机有讯号吧 会啦 日本的手机很难没有讯号 有 很少 不多 我就去过手机没有讯号的地方 哪里你说 月后汤者的某一个 那个蜜汤 蜜汤 蜜汤不用有啦 没有关系啦 因为是 就是已经蜜蜜的汤了嘛 对我要讲的是 他们会在车站 然后譬如说看到地上 有一小块口香糖 然后他们就用一个钻子 在那边钻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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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弄到完全没有痕迹 这个台湾的话就让他 就让他在那里 就在那边黑在那边 对然后或者是说 磁砖跟磁砖 不是有一个cross十字形吗 嗯 他们会因为看不惯 那有一点点字 就整个趴下去 一直戳它 哦 他们会有这种非常 细致的部分 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好像是 日本的扫厕所的阿阿姨 被请来台湾 教大家怎么 啊对对对 教大家怎么扫厕所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什么 他们的地下道 不小心淹水了 然后简直就是游泳池这一种 干净到简直就是游泳池 这一种状况 这如果在台湾 就是污水池啊 比如说我们去那种电车车站 因为通常这种公共厂合的厕所都很 很脏 尤其是台湾 对 在日本的话其实保持得非常干净 几乎完全不用担心 每个地方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不用太担心 对然后 even是那种很小很小很小的站 或者几乎没有人会去的地方 一样保持干净 那个连那个公园里面都很干净 就是几乎不用担心 我没有在日本旅行 然后上厕所需要担心过这件事情 但是在台湾 几乎都要担心 就是打开 哦 连 其实连有些7-11都是 台湾的7-11 那是没在扫啊 就即使是有也没有扫得很彻底 所以你进去都会有味道 就是你在台湾上厕所 你是基本上你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 就是要闭气进去的那种 差不多差不多 可是已经没有那个卡 东卡一点西卡一点 就已经不错了 对然后但是你在日本 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味道 而且很多都有免治吗 这对你很重要是吗 我还好 对但日本几乎上厕所是不用担心的 然后所有的 地方公共区域 譬如说百货公司啊 车站啊 公园啊 上厕所是有享受 你要在里面很久是不是啦 因为屁股会暖暖的啊 而且还会有暖风之类的哦 对啊对啊 而且你那个上厕所 还会有那个阴机 就是会播音 流水声 就是让你上厕所不尴尬 那台湾你要自己制造 你要自己按那个冲水的 对啊 所以那个 他们就会在这种各种各种小地方 去顾忌到各种不同的 不想造成人家麻烦的这种心态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就是我们自己会觉得 啊日本人怎么那么贴心 当然他们形成这样的文化的过程 是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变 跟文化的川流而成的 但是这其实也会来讲到说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去日本的原因啦 就是因为日本的每一处的服务 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是 而且东西都是一样的好吃 连休息站里面的东西都 你现在想念日本的时候啊 我们等一下叫个什么松屋号的 回来吃好了 我已经吃了联系三天松屋了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这两天就狂想要吃松屋 你知道吗 你想念日本的呢 对啊对啊 因为你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他减风嘛 对你去日本还是要隔离的状况下 所以其实你看啊 在刚刚讲到的很多细微的小地方 他就衍生出来 他们连APP都很精准 好用 很好用 尤其是你看他的天气预报啊 超级无敌准 几点会下雨就是几点会下雨 而且一定下 对而且是真的就是 就是你完全可以依靠APP 放心 对放心的 尤其是像其实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我在台湾基本上 比较重要的天气预报 我还是看日本的 我其实还是 我还好啦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 有那么多细的资料 从台湾过来 对当然 但是你看 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这个 尤其是自由行的经验 假设你有搭过日本 东京的电车 对 东京的电车 有一些比较新式的电车 譬如说三手线 它上面是有荧幕的 会有一些新闻啊 或者是天气预报 非常准 因为你只要看到 他写6点会下雨 大概车上全部的人都会有雨伞 那么厉害啊 对 就是你看 诶 奇怪明明天气看起来很好 但大家都带雨伞 那一天一定会下雨 哦 其实他那个APP啊 包含刚讲的那个是车上的 车上电气预报 对 然后日本有一个承换案内是超级好用的 他们自己的日本铁路的人员也都是用那一套 对 我自己推荐是用雅虎的 嗯哼 对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套 他有很多种 对 但是基本上都还蛮好用的 对 而且很准 非常准 就是你可以设定你自己是什么样状态 你是想要便宜的 还是想要快速的 对 很方便的抵达的 还是你想要最便宜抵达的 而且他可以设定成那个孕妇模式 诶 你不知道 孕妇模式要干嘛 离电梯最近是不是 没有就是你的角速会慢一点啊 会很慢 时间上面的计算 对 你会有脱油品吗 哈哈 你是说肚子还是说小孩 都有可能 他的图示是画那个旁边小孩加一个 就推车啦 嗯哼 对 所以其实他有三 我记得是三种不同角速 嗯哼 那这个会关系到你要搭的转车 车 的车班是哪一班 哦 因为有些接的太密 帮你接下一班 或下下一班这样子 对 因为接太密的话 你就 你会用奔跑的 对 而且通常我们这种外地人都不熟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都设孕妇模式 哈哈哈哈 原来你是孕妇 对 我就是孕妇 我孕妇 我骄傲 剪镜片头 哈哈哈哈 OK 然后包括他会推荐你 可能有些APP他会推荐你说 嗯 如果你要离电梯近一点 你要搭几号车厢 或者是你要转车的时候 对 你要搭到第几号车厢 我觉得这很细心耶 因为有些人进去就完全没有方向 然后出来也是乱搭一通 这样子 没有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 可以跟你讲说 哪个车厢现在人多 好酷哦 对 JR的某些车子 他因为有一个超音波的功能 所以他只要某些车种 他会跟你讲说 你可以往哪个车厢移动 这太酷了啦 就是你不想挤的话 哈哈哈哈 那你会看吗 我会看啊 哦真的 就是因为有时候 不小心碰到下班 下班时间还好 上班时间比较恐 上班 因为他们下班其实有分散的 超分散 他们其实加班文化也是蛮久的 他们一定要加班 没有人是准时下班的 对 准时下班的话是代表那个 你上班不认真 我先讲日剧都这样子耶 日剧这样子 有一部日剧就叫我要准时下班啊 哦真的 真的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啦 地方文化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讲他的APP啊 各种不同APP 日本的APP我真的宰的蛮多的耶 其实我也蛮多的 对 但我们好久没用了耶 好烦哦 哈哈哈哈 而且现在就是他们现在电子化支付啊 他们其实用的是另外一件的 不是LINE喔 不是LINE 那个是电子支付 对 忘记哪一件了 你看你也很久没去了呗 啊太想去了啦 因为地名都背不出来了 对还要想很久这样子 然后那个以前可能手机打开APP全部都是 然后现在还想是哪一个啊 是哪一个 对太久没去了啊 就是哪有没有 已经是没有一次是隔一年 半年吧 一年 哦 我说大部分的人 像我们这样的 大概半年就会去一次的 至少 有时候只是想到就是哦 喝个牛奶就去了 对啊 哈哈哈 以后可以做办啊 喝牛奶小队 哦 真的吗 大家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要加入喝牛奶小队 哈哈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社群 就是喝牛奶的这样 你不要 你喝母奶 哈哈 牛奶啦 哈哈 你们这样乱开requist 真的有人跟我们这样杀去日本怎么办 多好 就是要这样疯狂好不好 哦 我们是真的会这样疯狂哦 就是你 欢迎加入 突然想到 然后你 哎 你没干过这种事情吗 有啊 就是前一天决定啊 然后呢 隔天就走了啊 然后什么时候回来 一天回来 两天啊 哦两天 以前上班的时候 就会这样 礼拜五下班去 然后礼拜天的 傍晚回来 天哪 好酷哦 我也是这样子耶 我记得是有一次 双十吗 还是哪里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哦 我可以去大阪玩个两天 再回来 然后就被台风刮到了 不是那一次 那是东京 那是东京 然后那一次就是 哦好 那我台湾去大阪的班机 都不够早 嗯 所以我去香港 哦 去转是不是 香港转 然后还比较早到 这样子 对对对对 是 我们要算是到 日本大阪的时间嘛 嗯 所以我就是大概 中午以前到 因为台湾的飞机都是 去大阪的 都是在 早上八九点以后 诶 真的吗 没记错的话 太久没看班机了 我算过了我算过了 我那时候就是疯了 然后就是说 嗯我要 因为我时间只有三十个小时 嗯哼 所以我一定要把握所有时间 哈哈哈哈 很好非常好 对啊 然后那个这个飞法的话 我记得是六点的飞机到香港 那就第一班啊 对然后七点嘛 然后那边是八点飞过去啊 所以其实很早 无敌早 因为我们 大概十点半十一点就到了 对因为我们只有东京有那么早的班机 对对就是库航嘛 对大阪没有那么早的 哦原来 对所以你如果疯了 然后想要一直搭飞机的话 哈哈哈哈 可以这样搭 我也很想疯一下 来哟 什么时候可以哦 来哟 立刻马上来 来哟 所以其实你日本真的是一个 很令人着迷 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 不太一样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多元性很高 就是每一个系统的 旧集的程度都有 而且都很值得做成节目啊 故事啊去做 连木炭都有木炭专卖店 对啊 就是他们那种很厉害的 一只钢笔 或者是一条鱼 或者是一个食物都可以 让你觉得 天啊 也可以搞成这样 有啊 他连订书机 日本的文具也是很恐怖 哦 对 对对对对 这个我会研究 对 他的日本的订书机 有一种是订下去 它是完全全 是平的 全平的 对 然后他们会发明那种 剪刀跟笔在一起的东西 对 各种不同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这么厉害啊 因为他们想要解决 各种不同地方的 不方便 麻烦的地方 好 我们这一集呢 其实就讲到这边 好啦 那现在都没办法去 怎么办 现在不是很流行吗 小确幸就是 伪出国 伪出国 然后找一个很像的地方 那台湾有很像的地方吗 就找那种日系饭店啊 哦 所以呢 其他店还没开嘛 其他店还没开 有一间是还不够像吗 还不够像 应该是说如果要承袭这个比较日系传统 传统 对 日系传统 然后或者是你日文很厉害 你可以去讲日文的饭店 这样好不好 你会吗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 我会这样摇那个高纲这样子 对但是的确有一些饭店是日本人来指定入住的 就是老爷酒店 对台北老爷酒店呢 这一次也帮我们提供了两张住宿权 你为什么想了一下 对我在想是两张吗 可是你想你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台北老爷是日航酒店集团的 对他是日航管理的 他所有的服务跟管理都是由日系系统处理的 对只有台北这个 对只有台北这个 对只有台北这个老爷 对对对 这非常特别 就是所以在这个没有办法去日本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争取到了抽奖机会 但是其实他提供的这一次的机会 你可以用在全省的老爷啦 那只是说 是吗 对他这个住宿 但是我们强烈建议你住在台北 因为他最有日系的感觉啊 但是你抽到你要住哪一间饭店都没关系 你要住老爷系列的哪一间饭店 资本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他有不同相关的规定 当然就不能一张去住教室啊 是是是是 但是你可以拿着这一次提供的住宿券 去到台湾的老爷系列 那因为我们这一集讲的是日系的服务 所以特别推荐你到台北老爷酒店去 感受一下不同的日系风味 每次都帮大家凹这些东西 给大家听众抽奖 不好吗 那不然以后不要啊 不要不要 这样子我们是帮听众争取福利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其实很支持我们 他们都很愿意听也很愿意给我们建议 对 那所以呢我们也互相promote一下大家这样子 是的 希望我们能抽的东西越来越多 飞机票 哈哈哈哈 你怎么都不在想这个东西 对啊飞机票 可是我们两个就不能抽 好了算了就这样吧 没关系 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也请大家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 如果要跟奶渣跟解析大叔联络的话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FB粉丝团跟IG 跟我们联络提供一些意见 这期节目都就到这里咯 哈哈哈哈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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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